宝宝,你还知道复数是什么意思吗? 嗯 你说 复数是一些数字比0好小 像这个样子 0之前是复1 还有复1之前是复2 还有复2之前是复3 还有复3之前是复4 那我能问一下你 首先你这个是从哪学的? 爸妈 妈妈 妈妈跟你说的 OK 那都已经过很久了 那我想问一下 复数是什么意思呢? 它为什么会比0还小呢? 嗯 那如果你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会比没有了还会少呢? 我不知道 那好吧 那我告诉你 就这样的 比如说 你已经没有钱了 对不对 但是你还想花钱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? 工作 工作 不是 那你就借钱 借钱 对 然后爸爸说 好我先借给你5块钱 OK 但是呢 等你工作以后 你赚了钱以后还给爸爸 嗯 听懂意思吗? 嗯 所以你工作以后 我还给你 你还给我的5块钱 嗯 过去了 过去了 OK 所以我就先借给你5块 那现在还有 你现在就是15块钱 如果你把这个钱花掉了 你把这个钱花掉了 对不对 你买了个玩具 对 嗯 你买了个玩具 你花掉了5块钱 那你现在只有一个玩具 但是你又没有钱 你的钱还是零 对不对 嗯 你已经把钱都用完了 可是你欠了爸爸 爸爸借给你的5块钱 以后你要还 对不对 那你现在有多少钱 你就是付5块钱 嗯 OK OK 好 就是你从别人借了钱 你要还的 就很多就是付出 OK 好吗 嗯 OK